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手工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手工呢 是这样子的一款 专门为我们女性制作的小手工 它的外面呢有两个很深的口袋 那口袋上面还有一个很大的盖子 我们把东西放进去以后呢 带上盖子隐蔽性很强 里边是一个抽纸巾的甲层 这儿还有一个布条 我们可以把它学化起来 学了起来就很方便了 不用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样子的铁扣扣子 它的体积呢也很小 接下来我就把它的简单做方法分享给您 我先来和大家介绍一下 咱们这些收纳包用到的材料和具体的尺寸 这两份上面烫衬的是主体的材料 这两份没有烫衬的是收纳包抽纸巾部分的材料 这四片材料的大小呢是一模一样的 它们都是长度24厘米 宽度15厘米 这两份呢是收纳包上的口袋材料 我呢也是烫了秤 长度20厘米 宽度呢13厘米 这两份是刚才介绍的口袋上盖的材料 它长度呢18厘米 宽度呢14厘米 我呢也在上面烫了秤 咱们这些收纳包呢还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布片 布片长度呢10厘米 宽度5厘米 两个磁虫盘 磁虫盘的宽度呢是5厘米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动手制作了 我们拿出两份口袋的材料 然后把材料呢正面折在里边 折好以后呢我们这儿折一条 这儿折一条 两份材料折好以后呢我都翻到了正面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做盖哈 拿出盖的材料 和它一样 把正面呢折在里边 然后呢我们把这三条边给折上 在这儿要留一个反口 现在盖呢已经翻到了正面 接下来呢我们拿出一份主体材料 然后在材料的面子上面哈 固定上最早之前做的口袋 口袋的这个翻出来的反口呢对这条边 这边搁一个 这边呢同样的搁一个 然后呢我们再拿出之前做的盖哈 你把它搁上去 位置呢是离中心线五毫米 两边也是搁一个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车三条线 这儿一条线 这儿一条 这儿一条 那这边的口袋也是一样的 提醒大家在固定口袋之前呢 我们在中间的位置装上一个瓷熊盘 两个口袋呢就固定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来制作抽纸巾部分 我们把两块材料 正面和正面相对 然后叠起 叠起以后呢 我们在中心线上车两段线 中间呢隔10厘米不车 两条线呢车好了 接下来我们把材料这样子分开啊 分开以后呢 我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抽纸进口了 接下来我们把它固定在另一片 主体材料上面 我们主体材料是当秤的哈 搁上去以后 我们进行一个初步固定 这边车条线 这边也车条线 那车这条线的时候呢 我们带上这样子的一个固条哈 之前介绍材料的时候呢 有说过啊 这个固条的做法呢 就是我们把两个毛边折在里边 然后再这样子对折 两边呢各车一条2毫米的窄边 做好以后呢就是这样子的 两条线呢车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把它和我们刚才做的 另一片主体材料组合在一起啊 我们正面和正面相对 叠起以后呢我们整个车一圈 在这呢留个反口 现在我把包呢翻到了正面 然后我又车了一圈窄边 接下来呢我钉颗扣子 钉扣呢钉好了 那钉这个钉扣的时候呢 咱们要绕脚钉啊 让它有个高度 这样子扣起来呢就服贴多了 整个包呢就制作完成了 这期视频内容呢就是这些了 感谢您花宝贵的时间来看我的视频 记得要帮我点赞哦 咱们下期再见